在這個小鎮, 日後全部人都在海邊 到晚上怎麼樣? 晚上就在那幾條街上 每個人都享受他們的派對 因為這裡是一個度假小鎮 所以不單是遊客會來到這裡開派對 就連很多阿瓜多爾人 逢星期六天都會來這裡開派對 今天是星期日 你看看, 不單是所有人來玩 真的, 還有很多小鳥 這些是派對料來派對料 好… 給這裡的酒吧 環境真是很邪惡 哪個最邪惡? 這裡吧 好, 阿瓜多爾花石樓 我嗎? 好的 謝謝… 乾杯… SALUTE 來到派對之都 想去玩,不再打個漂亮頭 怎麼敢去玩 先打個漂亮頭 趁現在頭髮長了一點 進去隨便叫她打個頭 看看是甚麼樣子 好,隨便幫我剪頭就行了 我想她的手勢沒問題 剛才看到她剪了幾個髮型 要開動她的產 每次髮型師開動產 都是被剪的人最緊張的時候 這個髮型師是在哥倫比亞剪 學藝回來的 我希望這次髮型 她可以剪到Aqua多爾 再加上哥倫比亞的風味 尤其是她剪頭髮最重要是 看髮型師的髮型 她髮型也沒問題的時候 不用擔心 剪完頭髮 最期望待會進場的時候 人家會對你眼前一亮 看到她的頭髮這麼特別 怎麼也跟她聊兩句 覺得可能是Party Boy 為了節目玩給大家看 其實她也剪得挺青 現在看一看 覺得有點大問題 旁邊的水流了很久 這裡一剪就直接沒有了 我打算她會流少少 不用十分鐘 派對的造型就搞定了 搞定 左邊大家都看到了 最後我割了一個甚麼出來 右邊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15元美金來說 因為她替芥坑中間加了些錢 其實她真的很用心 其實也挺不錯 可能有點表奇立異 但我是享受的 在外地裏面 變成一個比較獨特的髮型 其實生長得很快 但你可以體驗到這樣的東西 是很難得的 所以走吧 我現在去 Let's party